健鴻在哪裡 標股就在哪裡 鎖定每一天趨勢最前線的節目 開啟訂閱跟小鈴鐺 掌握第一手賺錢的資訊喔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趨勢最前線 健鴻現在在這邊啊 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是不是又一次大獲全勝呢 對不對 來 我們一一的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為什麼健鴻今天那麼開心 我們的會員 包含LINE ADJJ1788的成員 一樣的開心 每次每次啊只要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我們掌握住每一波 股票個股進場的一個絕佳買點 期掌錢也好 修正過後壓回 壓回的買點 下一波再創高 這樣一個當下 健鴻都是非常的high 非常的開心的 因為不只會員開心 最近1788裡面 這免付費的一個領先市場的 群組裡面的成員也開心 那健鴻真的真的也因為大家 有真的帶大家賺到錢 而感到愉悅 所以我每次只要有意有 不要想說意有顏色啦 就是每一次有一個成功的操作 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階段 我都會特別的開心 來 我們先來看指數 下午錄影的時間是下午的1點16分 離收盤還有14分鐘的時間 那目前的大盤是下跌80點的 還記不記得 還記不記得健鴻 從五月初一再跟大家分享規劃 我一直說啊 台股下半年了 他的行情愈小不易 一開始我說一定是就是 往16800做一個靠攏 對不對 後續我說下個挑戰的轉折 就是去年4月份 股災當下的第一個壓回的一個點位 17200對不對 那只是不知道說 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啦 因為先前的話一直漲一直漲漲 漲什麼 拉台積電嘛 我說他漲一塊錢 帶動一個多方的一個大盤的一個點位指數 就是805大點吧 所以很快的在這個禮拜一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就來到17200 但是到17200的時候 我的看法依舊不變 但是我說策略必須改變 所謂看法不變是在於說 我跟大家分享說 我還是依舊看好台股下半年整體的行情 一定會有高點 這個我再強調一定會有高點 但是他呈現的模式 就是一個逐步的一個盤間 輪動震盪整理的格局 然後這樣鋸齒撞的 後續這樣子堆疊上去的一個創高 所以在當下 我說輪動輪漲 震盪整理盤間的走勢 那就是選股不選勢 在17200之後 你要為你的下一個階段 在台股當中的下一個階段 操作的個股 做一個準備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在這一周 新的個股 包含紅寶 包含華盛 會在這一周 禮拜一跟禮拜二 做一個出手的動作 我們先來看看紅寶 5258 是不是 今天盤中 高點來到121.5塊錢 對不對 到目前收盤的時間還有12分鐘 漲3% 18 那建宏 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說啊 17000200點來得又急又快 但是我就是輪漲輪動 在這個階段的話 漲多的 你要有法人 甚至所謂持有成本的一個概念 買得夠低的 拉了一波上去的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相信任何人都是一樣啊 一定就是想要獲利了解 所以漲多的 尤其是大漲的五成一倍的個股 你不要再去追高 尤其是沒有整理過的 但是我說法人的思維 法人的思維 昨天的節目我來跟大家 分享心裡面 分享看法跟規劃 我說如果你現在是法人 甚至是底部上來 已經大賺錢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投資人 你現在想的是什麼 他們的想法 學運跟建宏是一樣的 我漲多了 翻倍了 大漲了 我一定想出啊 但是我從年初一直開始講 今年包含複數年 無非的一個所謂的一個指標 就是電動車 就是雏人 就是AI 這是複數年長度的題材 但是股票 大家一定要有個正確的觀念 你不要一直覺得說 今天馬上去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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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每天漲都不休息的 這個是絕對是錯誤的 也不要因為說 它連漲了幾天之後 稍微休息下來 哇你就把它剁掉賣掉了 啊不去啊就剁掉了 因為我告訴你 我一直在分享 分享正確的觀念給大家 所以我說你看我的節目 除了可以鎖定到一些標股 領先市場的做一個佈局以外 我也是在建設 跟大家分享一些正確的操作邏輯 我說如果連漲了幾天之後壓下來 你去賣掉它 我一直講說多頭的股票 它不會從A一直漲到B 是45度角的啦 它如果是多頭的話 一定是據此狀 漲了一波壓回整理 下一波再起漲 下一波的高頂一定是過錢高 它就是這樣一直堆疊上去的啦 所以我說到17200點這個地方 台股的看法 我很大膽的跟你講說 一定還有新高 但是就是輪動輪漲 用整理盤間的模式 就跟個股的原理一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這個禮拜開始 我說你要有新的思維 新的方向 法輪跟建宏的想法是一樣的 既然所謂長多雛群 電動車AI雛能 是複數年的 但是漲多的個股上去 我要收割 我就會開始 我昨天講什麼 昨天節目很新鮮啊 包含標題也是這樣寫啊 我會開始玩堆積木的遊戲 開始做什麼 在尋找循環 什麼叫堆積木尋找循環 昨天講得很清楚了 講白了一樣 這題材受惠之下 哪些個股還沒長的 夠便宜的 堆積木 什麼叫堆積木 我說一樣一個族群ABC 三黨以後 都會長到一定的高度 但是A明顯長高了 快到天花板了 藍寶他未來不倒 但是一樣B跟C 他以後還是會長到天花板啊 那相對低 空間相對大 來得穩 請問一下如果是你 比方說是法人 這樣很簡單的邏輯 你會去繼續堆A 還是反觀過來去加碼 所謂B跟C啊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去強調 現階段一萬七千二之後 你就是找循環 你就是堆積木的原理 我一再一再的 一直在分享一些正確的操作理念 我不知道 長期鎖定我的投資朋友 包含你最近加入的投資朋友 你到底有吸收多少 因為這樣子理論 這樣的觀點 對你整體的操作 絕對是加分穩健的 你不會急著去追高 在盤勢震盪的時候 你也不會急著就是在 墮在一個相對就是換手量之前的一個動作 然後被這樣洗掉對不對 所以我說上了一萬七千二 我們這禮拜新布局的 6月13號禮拜二 我說當這根長紅K那天開盤是多少錢 93.9對不對 93.9對不對 然後一路開盤震盪晃一晃 我印象很深然後拉高101.5 那天鎖掌停 我說在盤中這一根帶量長紅 以當下你後面不要看 就看這一根我現在指的這個地方 那一天在帶量流長紅K突破了 我說什麼 如果昨天所說的啊 我們買股票有依據有觀點 有方法 對的方法 創造出來不是好的結果嗎 當那一天這樣帶量長紅的時候 過6月2號的一個高點 94.8 這昨天也講過了 就是預告 他在過去當中這兩個月的 先前高點兩個月的橫向盤整 將近三個月 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帶量長紅就是要過前高 再拉出下一波 對不對 一樣的概念 什麼樣的概念 紅寶嘛 沒有錯嘛 那我說到現在漲3% 我們的一個狀況 禮拜二進去 對不對 一個點位95塊左右 到今天 到今天紅寶 你看 你看 5258 盤中121.5 當開盤 拉高上去 震盪震盪整理之後 到11點過後再次拉高的過程 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先獲利了解一趟 既然你知道說這樣的股票 是一個多頭多的股票 我就說過它不可能一直漲 那不真的事實 我說從6月13號 這個禮拜二 1 2 3 4 到今天禮拜五 這週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盤中11點過後 有到121塊 過程沒在創価的當下 4個交易日 我先走一趟合不合理 因為我說這樣的個股整理過的 短線上拉上去 乖離過大的狀況之下 多頭多的股票一定會整理 那我先落袋為安 4個交易日26% 我們在今天11點20過後 進行一個獲利了解 對不對 你說後續還有 我們再來找點嘛 因為就是巨子狀 越墊越高嘛 也包含什麼 禮拜一 1519 我們的老朋友 對不對 華晨今天漲了5%多 對不對 我說這個大家不陌生 我們1月6號就開始分享了 對不對 一樣的一個型態邏輯 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 當下的貪運時機點 回想一下 我來講說最近搶什麼 特斯拉 還分享了相關 我說有電動車就有充電裝 有充電裝不會只有飛鴻 還要衍生出什麼樣的個股 那華紅是不是 當華晨是不是當下的其中一檔 而那一天禮拜一的一個點位 對不對 一百四十五塊附近到今天再創高 對不對 高頂一七二 一百七十塊 是不是短線上獲利了結的一個點位 我說到一萬七千二你要不同的思維 就是找循環 不同的一個操作邏輯 那你也要開始來找新的股票 為下一波台股做準備 而不是一直在去玩以前的股票 尤其是一直在創高沒有整理過的 有整理過還另當別論 是不是 所以我說這個相關的 新標一萬七千兩百 如同我預期的 本週我們的新標地 禮拜二跟禮拜一 禮拜一的華城 對不對 六月十二號一四五進場 今天盤中一七零 十七趴 紅寶 禮拜二我說NFC啊 NFC啊 聯宇不只聯宇啊 紅寶也是啊 也是切入車用啊 對不對 我說找循環嘛 找便宜的嘛 堆積木嘛 對不對 九五到一百二 今天盤中十一零二十過後 二十六趴 這個就是我們本週創造出來的菜單 你滿不滿意 一個三天一個四天 一個四天一個五天 禮拜一跟禮拜二這樣進場 一個十七趴 一個二十六趴 那我說一千一萬七千兩百點之後 這一週達正的 我說要換新菜單 新菜色 新思維找循環堆積木的原理 這週的這兩檔 十七趴二十六趴 一個四天一個五天 那下一週 我要出新賽了 我要出新的菜色了 下一週一樣 我一樣想說無非嘛 我們從去年一直講嘛 我說做人要有看法 做股票更要有看法 沒有看法就完蛋就GG了 從去年就講說電動車儲能到AI 那下禮拜 我要進場的是XX3X 好 新思維啊 點位來到我的地方啊 今天大盤也是如同我預期的啊 不可能天天漲 要漲到哪裡去 天天拉台積電漲到兩萬嗎 在這個地方一萬七千二他就是找循環 就是堆積木的原理 這個禮拜這兩檔是七趴二十六趴創造出來給大家 的一個公開驗證 沿路講 待我再分享 待我會員去做 我再後續跟你分享相關的基本面 包含這些1788裡面 相關的圖卡跟個股基本面 你加了沒啊 你加了沒啊 我一直在強調你不可能買得比我 我說你不可能 比我會員來得早知道個股 你也不會知道 為什麼我要去賣這張股票 因為我說實用者付費 會不會你繳那麼多錢 我要對著其他那也是我的責任 但是你加入這個行列裡面 我說免付費領先市場這個 這些1788的一個平台 我會告訴你標股是什麼 至於說你做長做短青菜蘿蔔 你有好的標的 還怕賺不了錢嗎 裡面印證太多個股了 包含華城對不對 禮拜一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說無非就是電動車除能 相關的AI的一個概念 這一個禮拜 我說17200點 新的標的新的思維之後 我下禮拜XXX3要進場了 今天開放體驗 我跟你講大理好股票 我不怕你驗證 我這邊分享那麼多邏輯 個股這樣一檔一檔 都是領先預告在先 後面股價漲上來 就是最佳的驗證 這個XX3我下週要進場的 而且我設定的目標也是短線上的 就如同這個禮拜的華城跟紅寶 新股票新思維 開放體驗 今天可以透過專線 或是JJ1788LINE的群組 來跟我們進行一個索取 大家務必把握 好的 那我們回過來講 紅寶嘛 我說嘛 產業族群一層一層的一個堆疊 我說所有東西包括一支錶 它裡面任何的元件 組合起來才是一支錶 那大方向證券之下 從我去年開始在跟大家講電動車大時代的時候 對不對 我說我第一棒 既然電動車是未來的趨勢 我說玉龍啊 台版的特斯拉嘛 我說去年我們開始做兩趟 獲利超過六成 那有電動車之下 你要有充電裝 就很像你現在燃油車到處都是加油站一樣的原理 但是現在你在台北市在任何地方 尤其是台北市首善之都耶 電動裝要充個電 疑問難求 所以我說有電動車 就一定要有充電裝 所以會有飛鴻嘛 然後衍生出來的 那既然有飛鴻上去了 那相關的做充電裝相關概念 包含支付和所有的主機相關的控制 衍生出來的一層一層的 我說所有的一個所謂成品 是有所有的零組件所構成的 那飛鴻之後我們的聯羽 那聯羽做支付的 也不只聯羽在做啊 紅寶也是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說 紅寶的整體的一個型態 對不對 5258的一個型態 為什麼我們在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6月13號的時候會做一個進場 剛才也解釋過的 而且他還是整理過耶 那我說現在就是一個輪動找循環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 他沒數字嗎 他數字漂亮得很耶 你看從2020沿路這樣子 到2022去年賺8.19塊 將近快一個股本 今年第一季也貢獻出了2.18塊 中規中矩 所以今天要再賺個8塊錢 難嗎 經過整理的股票 也切入了所謂電動車大時代的這個題材 所以這樣子的股票 我們這樣操作會這樣漲 這一波四天上來26%你意外嗎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一定不會意外的嘛 對不對 再來 我說我們的老朋友 這個大家看爛跳啦 我這政策來煉股啊 今天中興電是漲停 再創新高 對不對 之前第一檔被我點名的 我們1月6號72塊的中興電 先前創高117之後 在那邊盤盤盤 變成是四君子最弱的 哪四君子 大家跟我一起唸 如果您鎖定我節目 已經知道說我重店四君子 第一棒中興電 華城1月6號 中興電72塊 華城52塊 後來我說後發先制 我們會員也操作過了1503的四店 也包含東元1504 這就是四君子嘛 那中興電後來的話 相對人家在創高的當下 他在整理 但是今天漲停了15134漲停 對不對 漲停嘛 128嘛 對不對 現在剛好收盤 對不對 創新高 那我們當初1月6號 我說大家看爛的 我們那時候分享的一個點位 72塊 我說更不用講說 我想也沒想到的 當下同步分享 我說政策來電 對不對 華城 一樣1月6號的一個當下 62塊 長到今天還在創高 對不對 長了三倍耶 五個月的時間 那後來 為什麼我們在這週一撿回來 當下的氛圍是什麼 我說斜槓人生嘛 如果你是一個有才能的人 也不能說有才能的人 我建議大家叫我所謂第二專長 除了本業以外 如果你還有第二個興趣 而且這個興趣是可以讓你 額外去賺外塊的 就是增加業外收入的 可以養家糊口的 斜槓人生不是很好嗎 華城再次的分享回來的原因 無非不是嗎 我在禮拜一也講說 最近誰最強 特斯拉當下上週六 這個圖是到上週六凌晨的 6月9號的 我說過去這樣11天 漲了40% 市值 市值 從十幾兆的台幣 頓時間拉升到23兆的台幣的個部位 那在漲什麼 不就電動車嗎 那後續是什麼 不就充電裝 不就我說從玉龍第一棒 為什麼會接著去買飛鴻 有充電車 有電動車一定要有充電裝嗎 所以他這樣講 後面update的新聞 這禮拜一我說落後了 因為這種禮拜天的時候 凌晨就已經看到外電了 這是禮拜一早上各大媒體 才在po相關的一個電子報 當下不是就是 我說所謂的一個GM4 甚至後續update 我說特斯拉完成他的一個夢想 一統美國所有品牌的一個充電裝 對不對 那他講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啊 那剛剛讓大家看的 特斯拉是到上禮拜六 後續的我再分享這個相關的新聞 你看後來特斯拉股價還有沒有在漲 我們來看一看 後來我沒有update 沒錯嘛 TSLAUS 就是特斯拉的一個所謂 美股的一個縮寫 你看6月9號到這邊 後續還創高 現在還高姿態整理 對不對 漲了40幾趴 所以當下我就說 既然充電裝對不對 我們從玉龍飛鴻 充電裝 現在特斯拉會長這一波長那麼大一波 也是在反應充電裝 一統天下的一個狀況 那我說 電空裝不會有飛鴻 不只是有飛鴻而已啊 對不對 延續對不對 不意外嘛對不對 後續的所謂的一個充電裝 飛鴻的第一波89% 那到後來咧 我說這個平台這麼重要 在這一期八八一樣嘛 包含剛才所說的相關的一個個股 是不是也在這裡面 率先的分享 在節目公開的時候 我率先的分享 你可以進去看啊 我說不會 除了飛鴻一樣 我說充電裝 電動車的紅潮之下 不可缺對不對 我就連雨 建基 包含華城 這個圖卡大家熟不熟悉 對不對 貼上我的LINE的群組之後 在下午的一個節目 我在公開啊 這張圖大家熟悉不得了啊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嘛 我說電動車 有電動車就需要有充電裝 有充電裝不會只有飛鴻 我說建基連準 這北美的雙箭頭 包含華城 為什麼我看好華城 因為大家只會用 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你只會使用 你也要知道原因啊 你知道現在開電動車的人 路邊充電裝 大概有兩成的市站 都是華城的人 你知道嗎 會員最多也是華城 你知道嗎 那最近我跟大家分享過什麼 他除了說一個儲能相關的 變壓器相關的以外 他下面的子公司 華城電人 他就是專門做充電裝 一條邊的 從設計到組裝 到後續的管理維修耶 還有通路自由品牌 所以我說全台灣 將近2000支慢充 無論你是路邊的 還是公共停車場的 將近有20% 將近400支是華城他家的 所以這股票不漲嗎 從第一波我們一月初 所謂的一個台電強壤電碗 52塊 漲了一波 建宏為什麼他這樣就去追 我說斜槓人生嘛 現在不就在反應這個嗎 不是在反應這個嗎 然後今天這樣子 禮拜一的一個切入點 這間1788 我說他重不重要 你加入輪媒 你如果加入的話 禮拜一的節目之前 我在那邊分享相關的貼文 節目當中再一次的update 講給大家聽 那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那這禮拜 我們這樣短線上的一個操作 禮拜一的飛 的華城 到今天 一百七十塊十七八 包含我說 再衍生 我說充電樁 相關的線上支付 不會只有聯羽啊 對不對 而且還是整理過的紅寶 對不對 人家也切入車用啦 充電樁這個領域啊 那95到120 是不是再次預告在先 所以我一直在驗證驗證 你會覺得我的股票 然後我每天講的東西 都幾乎一模模一樣樣 相關的大方向 我說在市場上獲利三關鍵 就是你要先抓族群嘛 對不對 我一直在講說 所謂獲利三關鍵 我看有沒有那張圖卡 不好意思 時間真的不夠用 我所謂的獲利三關鍵 大家應該 不好意思 今天沒抓到 獲利三關鍵的話 就是第一個 你必須要了解市場 的一個主流題材 在什麼地方 它的一個如果可以是 不只是單機 而是長多的 那更好 對不對 那當中的說話 我大家也認同嘛 我說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所有零組件組成的 所以當方向對的時候 它會從ABC這樣子 每一個不同的零組件 做一個輪漲輪動的模式 所以你要去掌握 A漲完了 下一個B 準備漲了在哪裡 再來就是買賣點嘛 所以會創造出來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今天一樣在講 我一直預告在先 不論是在節目當中 甚至是JJ1788裡面 甚至帶我的會員去做 出來股票就一直公開驗證 它就一直漲上去 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也沒辦法 就是準嘛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說這兩檔本週 17,200之後 我說新方向 新思維 你要找循環 就是堆積木的理論 在這禮拜 創造的這樣子 17%跟26%之後 我下週準備進場的這一檔 XX3X 今天 如果你認同我的操作模式 也是要健鴻準的話 你還在猶豫什麼 不論是你打通電話 甚至加入JJ1788 我開放做一個體驗 但是等一下 剛剛我第一趴要講到 我剛剛忘記一個點位了 這一檔 這一檔 我要顧慮到籌碼 所以我想一下之後 XX3X 今天打進來的 還是Lite的 加入Lite的 十個人 十個人 超過十個人 我就不給了 大家 是不是要賺 在那邊拿不拿 就隨便便了 就有在你了 OK 好的 包含什麼 我說這個 一樣啊 不是老王賣瓜 你真的進去看看 我多少的個股 尤其是族群 都講在前面 你先市場 個股就是這樣子 沿路就背書我沿路上上來 所以我說他真的很重要 在這一七八八 產業跟標股 什麼樣的 沿路follow我的 我天天在講的 記憶體模組 微鋼筋是創新高 3260 這樣股票是天上掉下來了嗎 我每天每天每天在講耶 對不對 盤中高點來 945 收盤稍微壓回 漲半根 92.1 是不是再過前高 昨天 是不是 91.5 高點 今天再過前高 對不對 那前天呢 我說不折不扣 89.4 不用這個 就多0.1 為什麼多0.1 就是過了 5月31那一天 帶量長紅K 對不對 89.3的位置 然後今天是再創高 我們從什麼地方開始分享的 我們從 4月底 5月初 就沿路分享 4月20號 我先跟大家分享 所謂ABF 我說回關 跟現在一樣 17200 我說你要回關回溯 你要去找 找所謂的一個 堆積木的原理 找一個循環 而4月20號的時候 ABF 3037的一個星星 130塊的當下 對不對 南電 260塊 那一樣啊 前波高點 3037 星星到180 190 多頭多的股票 你知道嗎 你如果懂得減的話 是不是 最近這樣子搶不搶 連漲了六七天 六七跟紅K 又回到了前波高點 那完了之後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什麼 你自己進去看啊 如果真的沒有 我寫4月20號 繼ABF之後 我沒有跟你分享 所謂三星跟海力士的減產 減半資本支出 對整體 全球Dram版圖的變化 如果沒有相關的貼文 跟這張圖的話 隨便你 不要一千萬啦 五千萬 我陪你 只要你進去看 如果沒有 你敢打來 我就陪給你 對不對 有誰敢這樣講 4月20號 我講什麼 相關的陣營 相關的 我說第一劑尾聲 第二劑任養 我就點名了威剛跟南亞科 啊 剛才讓你看3260 對不對 4月底的位置 其實快 確實在會員進場的時候 5月12 對不對 對 70.5 沿路到今天 高點 945 說921 不折不扣三成 也包含2408 對不對 南亞科 一樣的邏輯啊 4月20 當下那時候分享 大概60出頭 再一次壓回基線上來一波 今天也漲了4%多 78.5 60到78.5 也快三成了 267%了 不是嗎 啊不是就通通在 JJ1788裡面 相關的一個貼文 對不對 躺在那邊讓大家看 讓大家買 你買了沒 每天每天講 跟演員連續劇一樣 第一集有威剛 有南亞科 甚至這張圖 我說裡面一模模一樣樣 在群組裡面 我點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有哪個說沒看過的 有哪個敢說 在兩個月前 沒有看過這張圖的 我連東森盤中連線 天天用這一張 當下在分享低潤 當下低潤不漲 大家只關注會場的個股當下 連東森都說 啊老師你可不可以 不要再一直講這個東西 我知道你很看好他 但是 但是 但是要顧及收視率 然後請問大家 誰是你的朋友 率先跟你分享 大家 當下誰在看你看低潤 誰在聽我分享 這相關的版圖 而已 誰在跟你點名威剛南亞科 到後來這樣長上去 每個人又有威剛南亞科了 對不對 甚至你要連線來拜託我可不可以換點新的咧 重點是什麼 誰是你的好朋友 到底是要收視率好 還是要讓你真正賺錢 到今天 不就在這裡面嗎 拖光光給大家看啊 這些八八你加了沒 你說我自賣自誇沒關係 有本事才敢自賣自誇 好東西不怕你進去逛 你進去不去亂一圈 金山銀山擺在那邊讓你撈不要 那我也沒有辦法 OK 所以我就說 17200之後 這禮拜我說要有新的思維 為台股的下一步做準備 包含新的標的 我說陸續出龍 剛才也讓大家看到了 也在過程當中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說華城 為什麼會再次撿回來 剛才讓大家看到了 如果真的不懂的 想知道更多的 加入JJ1788裡面 講得很多很清楚 對不對 禮拜一一四五 今天一七零 我說這禮拜五個交易日 就是17% 紅保 我說整理過的 大家低估的 所謂的NFC相關概念 切入車用這一塊 對不對 8塊多 現在的股價到今天 95 120 禮拜二95塊 今天120 26% 120 8塊多 將近快一個股本 本益比12倍便不便宜 後面一定還會漲 但是我先出場一趟 因為我說股價不會是A到B 45度的 要聽進去 他就是巨子狀 再來找下一波的買點 這是本週的一個菜單 17% 26% 下禮拜 無非相關的AI電動車除能 XX3X 準備進場開放體驗 要賺的 撥通電話 加入這間一七八八 預祝超多一塊 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